我今天过来取钱啊 底哥知道我要结婚的消息 提前给我寄了500美元的红包 并给了我们非常好的祝福 大家好 我是老沃陈教授 底哥是一位非常仗义的 有爱心的大哥 上次我被抓的时候 他也是非常仗义的 支持了我好几百美元 然后我今年在没有开播的状态下 他也是大气的支持了 阿喜阿兴和大丁 每个人好几百万老币 他去年也是这样子 是多次的支持过我们 网女郎的妹子啊 这两年来我们油管直播间 最大的支柱 支持的时间非常久 力度非常大 我是非常感谢 李哥的支持和帮助 也为能够拥有 李哥这样的好兄弟 感到荣幸 同时李哥也是一位大孝子啊 尽管已经实现了财富自由 但是他是每次都是亲力亲为 照顾他八十高年的老母亲 寸步不离啊 然后就是生意也是不管不过 在这里我真诚的祝福李哥 他的事业越做越大 李哥的妈妈能够身体健康 母子俩继续快快乐乐的生活下去 记得两年前李哥第一次加我的微信 他留言说要打赏给小蝴蝶 是450美元 小蝴蝶是他第一个支持的妹子啊 当时我是和拜西还有胖爷 把李哥的这份爱心 送去了小蝴蝶家啊 他要追加到了700美元 打赏给了小蝴蝶啊 还有他妈妈 然后还给他买了手机啊 这个时间一晃就是两年过去了 我们直播间的每个妹子 包括我本人啊 是受了他数不清的支持和帮助 还有无数是啊 在背后的支持 我是没有拍出视频 我也代表全体 广与男的妹子 非常的感谢李哥 这样的情怀仗义的好大哥好兄弟 因为老蝴这个美元紧缺 寄的美元 但是只能给老币啊 现在的汇率是 100美元兑263万老币 所以这个就是1315万老币 在这里我谢谢李哥的 送出的一个大红包 李哥还是一位有着博爱精神的大哥 他除了支持我们直播间以外 还帮助了很多越南直播间 在整个东南亚圈子里面 有着广泛的知名度和良好的生育 和他相识的两年时间里 我也受到了他爱心的熏陶 尽可能的尽自己的能力 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民 然后我也跟李哥学到了很多东西啊 他现在是开跨国物流公司的 以前还运作过帮我们中国的商家的货 扑到美国 所有的大商场啊 并且录制出了29个光碟 作为他们那个指南 和准则 后来那个商家是上市了 一个月可以卖几百个货柜的货 到美国 这个离不开李哥的大利益帮助 所以他们上市以后 也是非常的记着敌个的好啊 一直在感谢他 说一下那个帽子的事啊 首先那个帽子 它不是一名抓人的帽子 只是在银行工作的帽子 那我这边 所谓银行啊 所谓市场啊 都是需要有 编制的正规的帽子 或者当兵的 工作内容就是 类似于我们国内的保安吧 然后呢 阿伯是非常的不喜欢这个人 他的父母也是很不喜欢 他们一共只吃了一顿饭 当时是下午三点多的时候 他们开始聚餐 到了六点多的时候 阿伯就回去睡觉了 后来帽子叫了B和文佩 两个人先后去叫阿伯 要他起来再去陪他们喝喝酒 但是阿伯拒绝了没去 然后第二天早上 帽子又托人过来叫阿伯去吃早餐 阿伯也是没去 后来和我联系了以后 就已经把他拉黑了 这个帽子是阿伯的一个叔叔的朋友 他这个叔叔是当兵的 也是在这家银行工作 和那个帽子一起 担任安保工作 当时阿伯的叔叔带他来聚餐 是在阿伯的奶奶家里 后来他回去以后 因为太过频繁的给阿伯发信息和打电话 所以遭到了阿伯和他父母强烈的反感 到现在再也没有联系过 早几天我去阿伯家里求婚以后 我们选定了一个好日子做酒席 就是在关门节以前 当时还有比较充足的时间 我就想这个时间不能浪费 我就抓紧时间回家办证件 于是我回了一趟中国 来回一共是八天 因为我在圈矿 圈矿到中国去要两天 回来又要两天 所以这路上就发了四天 然后在家里待了四天 这期间呢 我就是已经通过换了老卧币 支付好了阿伯的1.5亿老币 转到了他的账号 然后办证件也是比较顺利 老卧办结婚证件 是一个这样的流程 首先要男方回去 办理男方在国内的证件 最主要的是单身证明和无犯罪记录 这个需要通过中国外交部 还有老卧去中国大使馆公正认证的 办好男方的证件以后 要返回老卧 再办理女方在老卧的证件 两个人的证件都办好以后 再一起回中国审民政厅 打结婚证 这个才是有效的 两国都认可的 有效的结婚证件 当时和老卧人结婚 办证件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像我刚才说的 办理中国的证件 就是为审民政厅打结婚证 第一种是办理在老卧的结婚证 也是通过外交部啊 司法部啊 大使馆认证的那种合法的证件 我初步打算是办后一种 另外还有一些 其他的不是很重要的证件 比如说什么结婚申请书啊 保证书啊 收入证明啊 资历书啊 什么健康证啊 这些 这些都是 有的就是要村里面盖章的 这个都是很容易办啊 这个我是一天就把它办好了 然后 我办那个单身证明和无犯罪记录 也是因为做了比较多的功课 也是两天内 我就是搞定的啊 就办到邮寄 去双认证这个房结 这个就必须要等 要一个月左右 我在家里办好证件了以后 又马不停蹄的返回了老窝 然后呢 我们这是婚宴 我也是 依法进行了报备 该发的费用也是花了 我原来打算 说是八万人民币的大钱 现在回去办理我的证件 往返的行程 我都是走的比较急 机票都没有买到打折的 所以费用比较贵 加上办证件的费用 这个又多了一万块钱的发费 所以说前面八万的大钱 加上一万已经是九万了 我估计还要一万人民币 作为余地周转 所以全程的预算 大概是十万人民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